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其中的一位小熊 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个人物 那就是曹操 曹操虽然是一个十分有谋略的君主 但是他的阴险狡诈也是经常让我们恨之入骨的 他能够在乱世中一步步崛起 必然是有自己的权术能力的 再且不说他这一生都做了哪些功绩 我们先看看 他都犯下了多少错误 今天小编就带领大家看一下曹操一生中犯下的三个错误 第一错误是强占一个神 在公元一百九十七年 曹操去南方攻打张秀 由于两队军力相差太大 则知曹操要攻打自己之后 张秀就已经做好了投降的准备 我们都知道 曹操这人一向贪图眉色 他还一直惦记着大小桥的姿色 于是在张秀投降之后 他无意中看到了张秀的一个审量邹市 这个邹市也是十分美人 于是曹操就动了色心 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把这个邹市强行占领为自己的小妾 其后张秀得知十分生气 认为这是曹操看不起自己 故意来羞辱自己的 第二错误曹操漏杀一个人 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失败的一个地方 这个人就是司马懿 曹操还在世的时候 并不知道司马懿会有如此大的野心 但是他的能力可以跟诸葛亮一较高下 于是乎便留他做自己身边的谋士 替自己出谋划策 没想到 后来司马懿在曹操称帝 死后不久便掌握了大权 最终三国归于司马家 于是在曹操不注意的时候 秘密发动谋反 因为对曹操已经积怨一身 张秀这次谋反直接杀害了曹操的长子曹昂 还有侄子曹安民 还有一名威名远洋的大将点物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我们都知道点为是一位猛将 要是点为不死的话 想必曹操这方的战力甚至会更加强大 还有就是他的长子曹昂不死的话 也就不会有曹操曹丕兄弟两个的内斗 更甚至司马懿最后 说不定都不能得到曹家的政权 第三错误误杀一个神 我们都知道 三国的一个十分出名的神异法图 他是我国最伟大的医学家之一 他所研制的麻肺散 武秦系业我国的医学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 曾经围观与刮骨疗伤 也依旧为我们传道 但是华佗也没想到 自己会碰上曹操这个奸诈之人 我们都知道 曹操有一种病 就是偏头疼 华佗诊断之后 说这种病需要把他的头颅切开才会治好 曹操本期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 他怀疑华佗这是要取自己的性命 趁机害死自己 于是便下令将华佗杀了 华佗这一死 只怕是再也没有人能够治得了曹操这病的 所以他早亡也是情理之中之事 最后这位是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在评论里面 关注和赞都点上吧 小编就靠你 我们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们再次看更多责任编辑 太后了 关注和见语 周园尔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到了吧 给你